替慾望同學來做介紹 那她題目是越南語的師生子 那其實慾望我最早認識她的時候是2017年 那時候是我去政大來受那個越南語師之班的時候 就認識慾望同學 那後來那時候有一些人跟我講說慾望是網紅 那時候我才知道喔 我才知道她真的很有名 那其實有關要會講解有關越南的南字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簡語 部分我簡單跟各位講一下 南字其實越南最開始 是因為秦始皇那時代開始會被秦始皇親戰 那後來越南一直用憨字 不過憨字是屬於憨章語系 越南語是屬於南亞語系 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 所以基本上就算一千年越南使用憨字和漢文言 但是憨字和漢文言根本沒辦法完全可以代替越南文的 可以來代替越南文 所以呢 當時越南就開始從漢字去創造一種字叫自然 有些直接接過來 有一些就是會從漢字去創造另外一個性字 代表越南文的某個音 最開始是來翻譯來代表越南的地名還有人民 後來逐漢慢慢就演變成一套系統 只不過是 然後它的發展最最興盛就是自然被推動的最豐富的原表達 就是從十五世紀到大概十八世紀 那但是只可惜是自然都沒有成為越南正式的文字 它大部分是用都是越南官員或做文學家他們創作文學作品 在越南歷史中有兩個朝廷曾經把自然當成越南唯一的文字 就是當成那個行政的正式的文字 是胡氏朝代跟西山朝 只不過是很可惜那兩個朝廷的它存在時間很少 所以它沒有被維持大部分都是在文學作品而已 那越南像在越南文學作品裡面 有一個份作品最有名的是喬傳 是完全是用自然寫的 那然後再來就是有 那自然其實是比漢字還更複雜 因為它其實是代表越南文的某個音 但實際上它的規則 它表音跟表義 通常的字會有兩個部分 我只是懂這些而已 但其實自然我沒有學 我是讀中文系出來 不是漢南學系 所以其實阿光他比我厲害 因為他還會男字 我是完全是不會的 我只會幾個字而已 來唬大家而已 那是自然部分 然後現在是其實自然跟漢字 對越南人來說完全是一種外語 那自然現在就有專家研究那個自然 像比如說讀那個越南漢南學系才會 那我們其實我們是中文系的 看自然完全不懂的 然後 它現在越南就是慢慢 逐漸就把那些漢南的數據 點擊轉換成現在越南的國語 那有關那個簡文部分 那簡文部分 我會介紹給我們那個簡文 簡文其實是 越南文跟簡文是南亞語系裡面的 兩個使用最多的兩個語言 那它有關聯性的 同一個語系的 然後簡文現在不只是在柬埔寨裡面而已 還有包括一部分人是住在泰國 還有在越南的 越南南部有兩個省 是查榮省還有樹莊省 是高明族最多的 然後語言是比較多 我很想有機會之後 會去那兩個省來田野裡了解這個部分 來找我 一定會 一定會以後 還會想跟他談更多的 越南跟柬埔寨歷史方面 你要先帶我健身啊 對 那我不再用太多時間 就請 我就向大家介紹 越南的自然跟簡語部分 還有跟越南國語之間的關聯 謝謝 好 OK 那我就放那邊 剛剛聽老師講完 我突然 汗顏了一下 因為我資料查到只有一個朝代 然後老師說兩個朝代 所以 後面我先預告一下 會有一個 我只寫到西三朝而已 那在開始之前 我在定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還蠻 不知道要怎麼去定義 越南字的 因為 我原本是想把它定義在情婦 然後我覺得這個用詞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把它定在失真子 那為什麼要用失真子 那大家可以 一整個聽下來 可能大概就能夠感覺得到 那今天的內容 我大概就是跟各位預告一下 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所謂的什麼數據啊 什麼圖表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 這段時間就是 因為基於興趣的關係 然後去做的一個 從我的觀點去出發的 所以如果說有一些比較 應該是說有比較大佔比 都是從我個人的觀點下去看 那所以在開始之前 我就想要問大家 如果你有學過越南語 或者是你在生活裡面也接觸過越南語 你覺得越南語是 給你的印象是怎樣的一個語言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鼻音很多 鼻音很多嗎 那有沒有別的觀點 我先拋磚引玉一下 就是以我小時候 我的第一語言就是越南語 我的第二語言才是柬埔寨語 雖然母語定義上我是柬埔寨人 我應該我的母語要是柬埔寨語 可是因為我 幼稚園就在越南念書 所以生活裡面大部分都是講越南語 連思考也是用越南語 所以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越南語好像 那時候越南每個暑假都會播那個西遊記 198幾年的那個那一版 老師點頭如倒算 因為其實基本上每個越南人 每個暑假都會看過 可能看了幾十年 那個劇情都背起來了 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講的那個東西 師父 東無空 九八八 為什麼這些詞聽起來就那麼像 所以從那個時候沒有人告訴我們說 越南原來是借用了大量的漢詞 那所以我曾經一度認為越南語 可能吧 也許是漢語的一個方言 就是我那時候曾經這樣子認為過的 有沒有人這樣子有這種錯覺 就是覺得 有喔 OK 應該是說齁 在1885年之前 在法國還沒有進戰 那個安南之前 是 實際上 是用漢南詞跟漢詞是併用 嗯 北約跟中約 南約 它的形態不一樣 但是自從 法文進來之後 把很多的法文的 把越南文的發音 用阿松嘎 就是法文的方式來做一些拼寫方式 所以大量的拼寫方式之後 導致於後來的 現代的漢語的使用 這些漢語的使用當中 當然就促使了漢南詞跟 原有漢字的這個陌路 所以當我們去 我之前帶過學生去越南填調 有很多地方是用漢南詞 有很多地方 尤其北院 河內部分有很多是用漢字 對 漢字 甚至也有孔廟嘛 對對對 也有孔廟 所以你說的 剛才說的 孫母公文三國元 等等等等 因為在河內的國家祖書館當中 有很多 是屬於原來的漢文化系統 跟漢南文化系統 好 這樣 那後來 時代改變 應該是這麼說吧 好 謝謝 今天 其實這個概念也是我大概可能 滿幾年前 一直都還是這樣認為 可是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 可能有一點點的小顛覆 這個想法 為什麼 這也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兩種語言的使用下 我居然沒有想過 它可能會跟我所想像的越南語不同 當然 如同大家所熟悉的 越南語有非常多的漢詞 六成 那只是保守估計 你如果是分出某一些領域裡面 比如說政治 宗教 或者是法律 它可能 佔比會更高 所以越南語講每幾句 就會有一些漢詞在裡頭 所以 大部分的華人 在聽越南人在講話的時候 如果他 他比較專注在聽 就會覺得 啊 這個好像是華語 但是 為什麼聽起來 就不像現在的華語 這也是其實 大家 大家 一個盲點 現在的華語 根本就不是古漢語 就是 古代人跟現在講話就不一樣 越南在借用這些詞的 那個當下 其實2017年的時候 蘭老師有給我底點到一個點 越南人曾經 跟中國人也許可以口 口談 就是言談 那 我其實沒辦法想像 但是後來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我們近代 亞洲國家是不是都在西化 為什麼 因為西方 比較強 比較先進 那個時代 一千年前 不用講一千年前 可能六七百年前 其實 中亞國家大部分都在漢化 為什麼 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漢化的時候 是不是現在很多的名詞都是英文接過來的 我們怎麼講 我們不可能把英文接進來 然後 又把它改一個讀音 我們不會刻意去改 也許我們 我們會給他稍微漢化 可是大部分都是照著他原本的讀音去念 漢語也一樣 當時接進來的漢詞 中國人怎麼念 越南人就怎麼念 所以也許當時的 在邊境那邊生活的 越南人 就可以跟中國在 語言上是通的 這件事情自然就會通了 那所以各位聽起來又好像 像華語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普通話 就是 可以說是北京話 當然真正的北京話又有點不同 那 以我個人的觀察 像韓國日本 他們受到的這個漢詞的影響 是比較偏向閩南語的 然後 越南語 的這個漢詞的這個發音系統 比較偏向粵語 就是廣東話 那這部分我沒有做太精準的研究 但是我觀察出來的一個規律 也許可能是因為南北 南北的關係 那所以像這個主義 危險 六官 貪務 金家 共華社會主義 中華英國 花旗 花旗是越南 應該是北越會比較多在用 就是或者是正式的時候 會對美國的稱呼 那我記得好像民國初期 對於美國的稱呼也是用花旗 所以 大致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越南最早的領土 大概是這一區 那 它怎麼演變進來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只是給大家一個大概的概念 就是越南的這個國土 一路的往下 所以呢 跟中國接壤的部分 自然就一定會受到中國的文化影響 但是 先不講但是 它導致的結果當然就是 北蜀時期 那北蜀是越南對於 被中國當作是反蜀國的這一段期間 的一種稱呼 你等一下會可能會常聽到北跟南這種分法 也就是當時的越南人就認為說 中國人就是北方的人 越南人就是南方的人 就是不會去用國籍來區分 好 但是一個弔詭的事情是 越南語 你如果去看它的分 它的系統分支 它分在夢高棉語系裡面的越南語系 然後再下去分 越南語系裡面的盲語 越語這樣子 那時候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分類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這個臉 Why 因為我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在用著這兩種語言的時候 我沒有覺得它 到底有什麼關係 它不是應該跟華語比較接近嗎 這是我的納悶點 那其實我們來看 這個是我很久以前做的圖 然後剛好就是借花獻佛一下 在印象中 越南跟柬埔寨 給人的感覺 是兩個非常遠的國家 不是地理上的遠 文化跟語言上非常遠 不管是 當然這個政治我們就不講 國旗是關於政治我們就不講 體制我們也不講 但是民主 我先解釋一個名詞叫高棉 高棉 柬埔寨語是kmei 這是我們對民主的自稱 就像越南是金主 跟華人 大部分是華人或漢人是一樣的 所以高棉 高棉文 高棉人高棉族 那個都是柬埔寨人 柬埔寨這個詞出現以前 我們就這樣子自稱的 所以 大部分大教 對越南文的印象就長這樣 那柬埔寨文的字母 就長這樣 所以 那個印象非常的遠 那 這個只是 當時我去分享一個 越南跟柬埔寨文化的時候 做的一個柬埔寨文的拼音 這個有學過泰文的朋友 可能會比較熟悉 他就是 從子音開始拼 然後母音在旁邊這樣子 可是 我今天要講的 顛覆大家的一個想法是 包括顛覆我自己 就是 文字 它只是記錄語言的工具 就好比說 我舉的範語 範語它可以用很多種文字來寫 天成文 西潭文 甚至所有的婆羅米系文字 婆羅米系文字裡面就包含了 高棉文 再下來 在泰文 遼文 那些都包含在這裡 也就是說 柬埔寨人是可以用柬埔寨文去寫範語的 我們就學 學柬埔寨文 學到後 後期的話 我們有這種叫巴力音 巴力發音 那一種 其實 如果你有在 泰國 做一些法律刺青那些 他們用的就是那一種文字 所以 柬埔寨人跟印度 柬埔寨語跟印度語 是同個語系嗎 應該是不同吧 我是沒有查 但是 照邏輯上來講 它是不同 因為地理上 差蠻多 而且語法上有不同 相反的 其實我一直很喜歡拿這兩個來做比較 是因為 漢字是反過來的 一個漢字 它可以用很多種語言來念它 你可以用 所謂的中國的十大方言 當然中國方言不止那麼多 你可以用 台語 可以用廣東話 可以用 四川話 去念同一個字 你也可以用越南語 的漢 樂詞 你可以用 韓語 你也可以用 日語 都有對應的所謂的漢音 所以 我認為 文字相同 並不表示 這兩個語言 是同個語系 它只是 剛好天使地利人和 就好用 我就借來用 也許 就假如說今天 好 這個比較敏感一點 這個例子 稍微敏感一點 假如台灣又獨立了 然後 就有一個當局說 我不要用中文字 那怎麼辦 那就全部用 用羅馬字 全部都是羅馬拼音 那 台灣在講的這個 漢語 跟中國的漢語 就沒有關係嗎 其實還是有 或者是反過來 今天原住民 借用了漢字 去寫他們的語言 那原住民的語言 就跟漢語有關係嗎 其實不一定 對不對 文字它只是一個紀錄 用而已 所以 就是我想要去探討的一個東西是 語言它有兩個東西是不容易改變的 一個就是固有詞 一個是語言的文法 固有詞它相當於我們所謂的筋骨皮肉 文法呢 我把它比喻成像DNA一樣 筋骨皮肉你甚至可以整形 但是你整形完後你的小孩還是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 文法更不容易被改變 但是文法是會改變的 我有去了解過 古漢語的文法跟現在也不一樣 所以文法經過一些時代的變更也有可能改變 但最容易改變的就是 詞彙 那什麼是固有詞 我想大家在這邊的朋友可能都學過語言相關 所以對於固有詞這概念比較清楚一點 固有詞就是 如果你今天聽到一個韓國人講勇敢 聽到越南人講勇敢 他都是同一個詞 就是勇敢 對中國人來講這個就是固有詞 對越南人和韓國人來講這個就是外來語 漢詞也是一種外來語 好 那 我要再介紹一個民主 那我要再介紹一個民主 盲族 他這個民主 很有趣 他這個盲語 被分在越南語之下 但我不認為他應該分在下面 他應該算是只是同等的分支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有兩個特色 第一他沒有漢話 就是很多的漢詞 例如說 我有聽過他們去改編越南的 越南的 現代流行歌 那越南的詞詞 歌曲 往往文章等等 都會用漢詞來修飾他的文句 讓他變得更好聽 就是漢語在越南語裡面有一種修飾的作用 那例如說 眼淚 一般來講 我們講 眼睛的水 可是 如果在詩詞 在歌詞裡面 我們會講 就是漢詞 在這個民族裡面 他只能 他碰到 這個字的時候 怎麼會流眼淚 這個字的時候 他只能講 就是他們的 就是水 他就只能講 最原始的那個固有詞 這是第一個 他沒有漢話 所以我 我把他定義在越南語的活化史 是因為 他是一個沒有漢話的越南語 再來是 這個民族的發音 他有一個特色 是跟柬埔寨語 甚至整個東南亞語系很像 就是雙子音 越南語跟漢語是沒有雙子音的 什麼是雙子音 我們用英文的比 例如 small small s跟m plan per p跟l 兩個子音 這就是雙子音 越南語 我們少數民族的語言 就不算 一般的 越南語是沒有雙子音存在的 如果你說這個雙子音呢 不是 這是複合子音 這兩個發一個音而已 k k k 那我就發現他一個規則 就是 在盲語裡面 呃 凡在越南語裡面的濁音啊 大部分都會是盲語的雙子音 什麼是濁音 就是 我們 d t 呢 了 這個就是青音 那 左音就是 d k 這種你在發的時候 會有一點 口水跟那個音混在一起的 就是左音 像這個水牛 我們講 kong jow 盲語裡面kong klu 它就是kla 兩個 兩個字音 像 mak jang 或者是 mo jang mak jang是月亮 mo jang是 有一個聲調上去 那個是白色的 是jang 都一樣 如果是jang 月亮的話 它是唸klang klang或klang 我不確定喔 應該唸klang 然後 如果mo jang的話 就是klang 所以 它是有雙子音的存在的 這個也是一樣 kwak 會唸成kwak 那 從這一個觀點 當然這觀點也是我個人去 去認為 它是一個足跡 它是一個證據 來證明說 越南語 如果沒有經過漢話 也許 它的發音形式 可能 會有保留著雙子音的習慣 當然這部分 文獻很少 然後也沒有太多人去研究 所以只能用推測 那為什麼要介紹它呢 因為節目在於有很多的雙子音 發音 而這兩個語言 既然被語言學家 給分在同一類的話 先不管 誰才是誰的母系 先不講這一塊 因為等一下 我也可以去探討這個問題 但是既然 在同一類 語言學家 會用很多的專有名詞去分它 那 我覺得我用的比較簡單的方式 也是大家比較好懂的 我們從固有詞來看 這些固有詞 我在整理的時候 我跟我媽在那邊聊天 然後說 媽你覺得 你有沒有覺得節目在於跟越南語有什麼 聽起來根本就很像的固有詞 他也想不出來 然後說好 不然我唸給你聽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 然後我就想到這些 例如媽媽 當然這個媽媽是不準的 媽 大部分語言的媽媽都是媽開頭 所以這個媽我只是開頭 作為開頭而已 他不一定是那麼準 越南語是美 對 我先解釋一下 最上面這個是 各位如果看得到 他就是他中文的意思 這邊就是南字了 這邊是南字 然後這個是現在的國語字 其實這兩個就是發一樣的音 是一樣的 就想像如果說今天中國全面拼音化的話 也許就長這個樣子了 好 越南語是念美 節目在於是美 節目在於沒有聲調 好 我說這個不準嘛 再來是看孩子 孩子越南語唸光 節目在於是光 越南語的孫子唸就交 節目在於是交 所以 越南語會講子孫會講光交 節目在於會講光交 習慣也一樣 再來 我自己更驚訝的是 原來手跟腳也一樣 而且我們一般會講手腳對不對 越南語會講腳手 就順序上的習慣 將 將 節目在於 將 越南語 呆 節目在於 呆 指音不同 但是你可以感覺得到 它是相似的一個發音 所以越南語會講 將呆 節目在於會講 將呆 再來是 第妹 這個M 這個M還蠻廣泛 使用的 不管是 夫妻 男生對女生 就像韓語會叫男生歐爸一樣 越南語會叫男生哥哥 然後會叫女生妹妹 這個無關聯際 那 第妹也可以用這個字 但是 第妹的時候會用不一樣的字 等一下後面我會提到 唸M 現在是O 很有趣的是盲語念 所以盲語更接近 節目在於 那更讓我覺得 搞不好 他們真的是有同源到 那在數字上 我只舉了三個 巴 節目在於是北 本 節目在於是無恩 南 節目在於是鞍 為什麼我只舉到這邊而已 因為節目在於的 數字 我 我認為他應該經過了一個很奇怪的變化 節目在於的數字是長這樣 摸 比 本 大家記一下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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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数字 三十、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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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百的时候是Roi 你们很熟悉 千的时候是Buan Tai Pan 万的时候Muan 百万是Len 但是现在 对 就到百万 然后再上去好像是高 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就很少要用到那个数字 我在想一个 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是题外话 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 一个民族的数字 单位越大 代表他们曾经发展出来的 文明 或科技 真的有用到那么大的数字 可以看得出一个 文明的程度 例如说假如 有一个民族他可能只数到万的话 那有可能 他的 建筑或者是他的 科技可能都只到 只用到万这个数字而已 像中文 多大 亦 造 金 盖 还是子 然后反正就后面都还有 但是 更大的数字我们就不去探讨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像印度他们有一些单位 是到 百分之一到或千分之一的 虽然后来都变成佛家语了 可是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也许曾经 计算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要用到千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秒的 是 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数学是 曾经往那个方向发展 那不知道是到建筑啦 或天文啦 或者是其他的科学 不知道 那 除了顾友词 顾友词我相信还有 但是我今天就列举这些 这些基本上就是 越南人已经讲 讲讲的时候 你不会去想说 这个是汉词吗 还是这个是简笔赞语 还是什么 不会 越南人就很自然 这个就是越南语啊 光叫 正代言 就很自然的 他只是 就很自然的越南语 因为 越南语的汉词 丹 词 5 他汉词的数字又有 别的念法 所以越南语的数字是有自己的 顾友词的 居然跟柬埔寨语 是有 重叠道 那 这是第1个 不在顾友词方面发现的 再来我们讲文法 文法很经典的一个就是 你的所有格的位置是不同的 这是比较入 比较初阶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的妈妈 对不对 越南语 美国堂 不管是上面的这个国语字 或者是下面的南词都一样 美国堂 渐渐语也一样 顺序是一样的 你会越来越多 接下来你会看到 我做了一个比较 如果 这两种语言 A语言跟B语言 它是同个语系 那么它的文法可能 存在着大量的相似性 既然它存在大量的相似性的话 是不是如果我把 它的词汇 换成另外一种语言 它的顺序 离音上 是不会改变的 我就做了这个实验 我先说 韩语跟日语是可以这样玩的 好 是哥哥或姐姐 这个是简单用法 换成越南语 我念的是南语音 我念的是南语音 可能有些学过越南语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我念 辛 辛 对不对 南语音 在这个尾音上面会有点不同 按着都辛 顺序是一样的 家 就是给的意思 阿语 基本上也是阿语 我 对应都下来 重点是很有趣哦 连对不起 的结构都是一样 越南语 辛 老一的意思是 辛是跟你祈求 跟你要 那老一就是你的过错 你犯的错 詹姆哉的三 是 问的意思 就是我跟你问 然后 是我的罪过 所以我跟你问 就有点心思问罪 我跟你问罪 但不是你犯错是我犯错 我跟你说 我错在哪 可不可以原谅我 概念是一样的 这个不用看了 其实就是对不起啦 只是比较 冗罪一点 然后 再 下一个比较长一点的 这个是跟人家要 刚刚是 刚刚的 比较短一点 这个 比较长一点 也是跟人家要 祈求 我中文字节把它翻成请 帮助协助 越南语是 输 输得 帮助 也是协助的一词 对 一点 本的 目的 目的 都可以 班 是可以 越南语是 输 输 输是疑问句 或者是否定句 越南语的空也是 越南语的空也是可以 当作是 疑问或否定 它结构都是一样的 但 中文其实有点勉强啦 虽然顺序上看得懂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中文放在这边 逐字对下来 中文有点就 位置就不太对 那我们再长一点 铃铛 豆不沙 铃铃 铃铃铃铃铃铛 豆丹 豆丹 这两句 都是很自然的讲出来 没有谁为谁妥协的 但是他们 这边有一点小不同 这里的 这个学过泰语 应该也是 会有概念 就在 这在节目在语里面 如果你怎么判断这个人 这个越南人是来自于湄公和三角洲 或所谓的下六神 如果他讲自己 是叫木门的话 或木命 那他就是其他现世的人 如果他讲门恩 那他可能就是来自于 湄公和三角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恩 是简直在语 在那边 他们在语言上 影响到了当地的越南人的用词 所以你会听到有一种用法 就是门恩 这个恩其实就来自于这个恩 好 其他的 我们就不讲他的其他的都是对照下来 虽然节目在文的单字比较长 但是 他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那中文你看这边自己已经文法整个跑掉了吧 我自己去 我自己一个人去市场都没有人陪 中文如果对照着逐字下来 已经 差很远了 然后再来比较稍微有点 更长更复杂的 更长更复杂的 这里 好 有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恩恩就是咱们 越南语是门 他位置一样 虽然他的念法不同 但他的意义是一样的 这是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 恩恩或者是门 他的 在越南语跟在中文的 跟在节目在语的用法都是一样的 那其他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什么在什么之中 什么生活生命 就是生活生命 就是事情 什么看 重要 越南语光种 就是他 越南语跟节目在语 其实用词的不同 可是他的位置是一样的 那 下面就是中文翻译 这个是可有可无 OK 从这边我们 可以稍微 做一个 小总结 在语言的方面 我就把他 我就认为他应该是 拥有着 和 词汇的一个语言 但是他有高绵语系的DNA 这我不知道作为越南人的老师 会不会觉得这个用词 顺序不对 慢慢讲 等一下我再讨论 好 因为我在 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因为他的分支 下下下下 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照着他那个 分类这样子分 所以我们会把他当作是高绵语系 但这也是造就为什么 华人在听越南语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 还蛮好学的吧 但是真的去学的时候好像 有点挫折 然后学了一个月之后 我有交作业就好了 已经开始进入游泳圈待起 但是 但是有一种人 当他学会了一种东南亚的语言 例如他学会越南语 他再去学泰语 或者他学会泰语 他来学越南语 我有见过好多 居然都很快就上手了 那我在想 这有可能也是因为 他在文法上面已经 习惯了 越南语或 没有某一种东南亚语言的这个文法了 所以当他在去学相似的时候 他只要把词汇给转换就好了 这是我认为的部分 那 好 我们进到文字 这只是列举 越南曾经出现的 一些用来表越南语的文字 我们就快速带过 我们就快速带过 下面这一个是 有这种叫 叫什么 蝌蚪 蝌蚪吗 对 然后这个是 今天我们的主角 那再来是 这个是比较新的 而且非常新 2013年的 我不在想为什么 2013年还有人 会去发明这个东西 这显然 有一些越南人对于这个 汉字结构下的越南语 越南文有一种情怀 这是一个越南 籍的德国工程师去发明的 类似 评甲名或骗甲名那一种概念 好 当然这个所谓的 国语字就是现在的越南文 我们就简单带过 为什么叫简单带过 因为我对于这种 文字的解析 有点保留 为什么要保留 因为它居然出现这种 A A R R U 我不认为应该要长这样子 第一 这种文字如果存在 它一定是一千年以前 一千年以前的越南语 绝对不是现在的越南语 那一千年以前的越南语的结构 也肯定不一定会用到这些字 换句话说 今天中文有多少种拼音 威陀玛 普通通用汉语 还有就是大陆在用的汉语拼音 光是拼音就已经好几种了 有的时候如果今天 有国际竞赛 大家来帮越南人发明文字 还法国人发明出现在的越南文 葡萄牙人也发明 德国人也发明 英国人也发明 他们出来的这个文字系统 会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不一定会长 会有这种东西对照到这种东西的 现代越南文对照到古代 越南文的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我会保留 但是 有没有这种文字 曾经出现过 也许我觉得是有 因为它在一些 考古的一些 古物上面是出现的 例如 同宗 同古 越南 种不懂 同古上面 或者是 柱的一些 宗 是有出现这种文字 假如说 这种文字 确实是当时 越南在汉化以前的文字的话 那 它一部分也可以证明说 越南也许有可能是往 东南亚这个方向 去发展 它也许长得很像 一种语言 等一下后面我 我就会跟大家 来讨论一下 但是这 我只是 介绍 但是我 对它的态度是保留的 那其他的文字 就不说 国英新字 这个是在19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 越南的居士 去发明 它其实也是有点 类似日文 的概念 从汉字下去拆解 然后变成是 这边是它的干音 干音 我不知道是子音 或母音 然后 应该是母音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子音的部分 这样子 这边知音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讲的那个 越南裔德国工程师 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2013年可能有一天 就想到 然后就去发明这个东西 直接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这种字的存在 这样子 好 好 那越南人用汉字 就进到我们的重点 为什么会有男子的诞生 开始北蜀的时期 他至于怎么北蜀 这个是历史的事情 那也不是我的专长 然后也不是我们今天 重点 那就是有一个阶段 越南开始 成为中国反蜀国 那 那 这句话是我们在越南语里面想要表达的话 对不对 我想表达今天我看到白云 蓝天很漂亮 好 在还没有男子发明之前 他只能这样子记录 那这样子记录 意思有详尽吗 其实有啦 他意思已经有到了 可是他有哪些缺点 第一 这些字 他都有他自己的读音 这些字都有他自己的汉音 再 100年后有谁知道当初那个人讲的这句话吗 其实没有人知道了 100年后你可能只能意测 他讲的可能是 因为他可以衍生出很多 很多种词汇 例如说我说我 当时到底是 是一个男生讲的还是一个女生讲的 一个老的男生还是一个老的女生 对谁讲的 越南语有一个优点是他很精准的 其实 东南亚语言都差不多 节目赵羽他语里面也都要 就是在表达我的时候 比较准确来讲你应该要把自己的称谓给讲出来 从称谓你就可以听得出来 这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 他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 光是我他就有很多种可能性 我怎么知道这句话 他在表达的是什么 光是写这样子的话 再来 见 越南语的 台语是看见 看见跟见到 其实还是有点不同 所以 这种文字 他只适合表义 但他没有办法 详尽的记录 越南 的 口语 而且还会出现所谓的 大乱斗 什么叫大乱斗 我今天表达孩子 像刚刚第一个我讲 钢的时候 越南语固有词就念着钢 可是他在名词上面 孔子啊 什么子庄子 老子 他也是 要担任子这个音 就是原本汉词的这个发音 的意思 那所以我在用的时候 我没有一目了然 然后就是在 一串话里面 去 看清 什么是什么 所以 借用汉字 当然他的优点是 不用再去做变更啦 然后 当然 汉字的优点是 短 金额短嘛 对不对 我们 在文言文上面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诠释 如果 子安敢轻无射 你怎么敢轻视我射箭的技术 光是白话语就已经相近两倍的解释量了 不用讲越南语 但是 你在古代这种书写的状态下 确实他是比较方便 比较 比较 快速记录 语言的一个方式 而且很符合官方的习惯用字 因为越南的官方政府往来的书信 官方的文件都是用汉字 而且用文言文去记录的 我在想文言文其实有点像古代的英文 就是 中国朝廷跟朝鲜跟越南 他们在造书 所谓的 对 是造书吗 还是什么 就是圣子在来的时候 是不需要翻译的 他就直接就是 直接文言文原文这样子 过来 他们就看得懂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 大粤史记全书 你们一定看得懂 越南的史书 但各位一定看得懂 因为他用文言文写的 那缺点 就我说的 一字多用 一直就很混乱 然后 没有办法精准的表达 固有词 然后 难以辨识单一个字的读音 他没有办法记录越南语 他只能记录 语义 他没有办法记录这个语言 就我说的 假如100年后 有谁记得当初那个人讲的什么 但当时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但是那是我个人去 去给他 做的一个定义 所以南字就诞生了 其实南字 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字 一种是这个字 但后来 大部分的人都会用这个字来表 南字 那南字是什么意思 Norm Norm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 记录南方人语言的文字 那我刚刚 最前面我就说 为什么会有北俗 什么的 北南 这种分法 因为越南人 在那个时期 他们会认为说 中国人就是北方人而已 越南人是南方人 至于会不会去很明确分 这个是中国人 这个是越南人 我不太确定 但是从他们的用词 潜质 看得出来 他们可能就认为 我们就在这个区域生活 好像高雄跟台北 不是 高雄跟台南的交界处 就不会太特别去区分 我骑个7 就到高雄 我过来 走个路就到台南了 就比较不会这样子 去区分 为什么 我们从一些细节上去看 越南 例如他们中药 叫做 Tuk Bak Tuk是药 然后Bak是北 所以Tuk Bak 北 北方的药 那越南本身的一些草药 如果它不属于中药的那一环的话 他们就通称 叫做Tuk Nam 你就可以从一些名词上面就可以去看 南药、北药 这种用法 就不会说 会用中药、越药 像 韩国会有什么韩医嘛 中医、韩医 他们会刻意分开嘛 越南就比较不会有 然后 像越南会称呼 一般的纯汉字是 就如文 如字 这个可能应该是跟儒家思想 在一起 进到越南来的时候 给他的 一种称呼吧 那我们比较一下 当南字出现了 他长什么样子 其实 他长得更难 上面就我讲的 下面就是中文的意思 所以不用翻译嘛 就是原文 太阳 但又用汉词来念 连台词 但是越南语对于太阳也有自己的用 的固有词 叫做 天空的脸 像这个海 越南语念 我刚刚举例的眼泪 雷 越南语也有自己的固有词 念作 眼睛的水 就是眼泪 像这个画画的话 他还硬要加上一个尾 这个尾就是 表音 然后画表意 那这个尾 那什么时候用固有词 什么时候用汉词 固有词就是日常对话中 我很自然就讲出来 那什么时候我会刻意把这个海 把明改成海 把温末改成雷 在诗词 在歌词 在文章里面 我为了让他更有意境 所谓意境 意境 这张照片看起来好有意境 什么意境 那只是加一个滤镜而已 那也是一样 我把这个顾有词改成汉词 这句话就好有意境 差不多这样子 变成一串的时候 对不对 我对你的爱是这么 如此这般 却不见你有一点感动 内容是什么不重要 我们只是要看一下 当一句话 这样子 一般的越南语会长什么样子 如果以现在 不看这个东西 大家就是把他当作一种全新的文字来学 如果 站在男字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 会稍微好入手 好吓 好吓咽一点 好吞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好眼熟 这应该跟感情有关 对不对 这如是是什么 这边这一串看不懂 可是我看到感动了 这是汉词 这个 不管他 所以感情有感动 这句应该是情话吧 好 对 这个 这个就是混用 这个情字 就是汉词借来 但是 是越南语 他就混在一起用 这也是 男字的一环 这种就是完全借用 不创造新字 但是我把意思给改了 所以 你看到他跟中文的意思就不同 那这个 如是感觉好像猜得出他的意思 但又 猜不出他的意思 他就越南语的借用方式 也许 这是古汉语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 越南语有很多借用古汉语 然后他保留当时的这个用法 结果 跟现在不一样 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 清明时节语 的时节 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 清明时节 雨纷纷的时节有什么奇怪的 清明那个时候的那个时节 就雨纷纷嘛 对不对 可是时节 越南语念作 特别 特别是天气的意思 那我就想 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意思 真正意思是 清明的时候天气雨纷纷 只是说 因为时节 这个本身 他也是节气的表达的意思 所以 慢慢用下也没有人特别去定义他 时节是什么 可是当时诗人就写这句话 也许他只是想要表达 清明那一天的天气 就是雨纷纷 那越南语在借用时节 第1个时候 他保留他原本的义 这是我个人的推断 所以 很多例如 越南的 Katsang 旅馆 他觉得是客栈的意思 他写成汉字的时候 他是客栈 他有很多的 例如说 文坊 Vangfong 就是指办公事的意思 所以 像这个如是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古汉语的 词汇 也有可能 那在这边 就是跟大家分享说他 这个像这个也是完全保留了汉字 但是意思不同 一句 古文用越南语 来表越南语 长这个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他其实大部分 是以形生字 为什么形生字最好合成 与其进口我不如自己制造 那缺这个字我就自己合 我就找一个 我就找一个意 就去合 所以越南的南词 八成 都是形生字 其他的是直接借用 六书里面 相形只是会议 行生转注甲戒 里面的甲戒跟这个行生 是在南词里面最常使用的 像上面那个 提 提 汉词是提 他就借用这个提的音 他就是刚刚所 提 没看见 所以 刚刚那一段 如果我看到 这段话 我想要表达 如果我是用这个来记录的话 那我没有办法详尽的记录他 但是当我发 发明了这个字之后 完整的表达了 越南语 详尽的表达了他的 甚至他的读音什么的 我都帮你保留下来了 当时那个人用了哪个字 用doy 或是用安 用m 用吉 古墨 都可以很准确的把它记录下来 那再来一下 讲他的优点 他优点就是 一音多字的时候 他可以很明确的去表达 像我刚刚讲的m m有很多种m 有一种比较通用的 只是 只要比你年纪小的都可以叫m 有一种是 妹妹 有一种是弟弟 所以你看他的偏旁就可以一目了然 知道 他在表达的是什么 例如说越南语的 中 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也不会去特别去思考 中到底有几种意思 我在想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想破脑袋 一直想 只举出这两个例子而已 其实我们平常不会去思考 这个是我很久以前做的图 刚好就拿来用 他 你看到偏旁 我跟你讲中有三个意思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做这些东西 也许你要去硬背 我说中有在里面的意思 他也有清澈的意思 也有是当什么之中 中期 当我在开会的时候 不要打给我 这种状态 但如果我写成这个南语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确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 但是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第一他学习成本太高了 因为你要学南语 你首先你就必须要先 懂汉字 最基本的汉字 越南语虽然汉词的比例很高 但是汉词在越南语 并不是一个普遍 应该说汉语 在越南语里面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语言 所以我日常 我不会去意识说 我讲了 我讲了三个 固有词 讲了两个汉词 我不会这样子去分析 不然你自然就把语言讲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还要特别去学汉字 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成本 然后我可能还要去 去割草 然后还要去 看牛 我还要学汉字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成本 那我学会汉字了 我并不能完全的去表 越南语 我还要多学一个男字 可是他顺序 并不好学 第一 学习成本太多 再来是 一体制多缺乏统一规范 讲到秦始皇 秦始皇做了一件事 车同轨书同文 越南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政权出现 把他 今天 这个字念做 是快的意思 快点 那这几个 其实我们都觉得合理了 这个表音 这个表意 这个表音 这个表意 那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可以 全部用这个了 有没有 就没有 所以变成说 可能南中北都有不同的写法 或者是说 在不同的省份都有不同自己的写法 像这个 这上面的意思 这个是 去的意思 或走的意思 但有可能这样 所以 很多种写法 很多种标准 很难推 那 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不利于运刷嘛 汉字那么多个字 就很难运刷了 我还加上这些字 要搞死谁 所以 法国人就来执名的是完了 我如果今天要出版一个东西 我要大量印刷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去科这个东西 然后 每一个都去这样子排版 印刷 所以 对于殖民者来讲 当然第一个淘汰 就是优先淘汰他 因为 因为殖民他会把一个新的管统治的理念 一些他们异乡的东西带进来 那如果我文字没办法快速传播的话 我要怎么去 统治你们这些人 我们就 简单看一下他的 顺序 这边就我刚讲的 就我理解上他只要西三 西三朝的时候 那14年短暂的 成为正宫的 机会 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太多的时间去把它给 精准化 正确化 那 其实在12世纪以前听说 8世纪甚至有人说第2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 就是越南人在写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记录不了这个字 那我就 就随便 稍微写一下 印很相近的 或者是我自己去稍微 简单的去合几个字来 应用 所以才会在一些著作里面 去找到比较零散的 我觉得他真正的 他真正有一个系统 是因为在15世纪开始有人大量民间大量拿来做诗词 文章的创作 因为有人创作 创作就要有读者 读者就要去学这个文字 才会 看懂 所以 这个一买一卖的状态下 当然他就 将近500年 当然不是500年 那么久可能才400多年 这段时间 15世纪开始 进到法国殖民之前 其实 在民间都还算蛮兴盛的 可是法国一殖民的话 就刚刚我讲的那个问题 不利于资讯的传播 所以他就 被 淘汰了 这个石碑 这个画面可能不太清楚 这是我去那个 中越的时候拍的 他是起定地 起定四年 各位可以 查一下 越南起定四年是哪一年 大概1930几年了 不是 对 也就是说他是20世纪了 可是他上面的碑文 都还是用 可以说几乎是现代汉语的那个标准下去写 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皇家 皇室或者是官员或者是 官方往来的书信 他们还是保持着那种 用 汉字的习惯 用纯汉字的习惯 甚至用了汉语 也许对他们来讲就像是用英文记录 现在用英文记录文献那种 感觉一样 所以上面都没有一个南字 而且也没有越南的文法 用都是中文的文法 这都已经很接近现代了 那这个是1938年北越的出生证明 这个能看到什么 你能够同时看到国语字 南字 还有法文 法文应该在这一面 这是一个混沌的时期 那 北越其实在废除汉字的顺序上 比南越好像还要早 这有点历史渊源了 就是 南越 在 越南统一之前都还在教汉字 好 那 我们进到最后的这个 不免会跟韩国比一下 韩国的艳文 世宗大王 当初他想要 是不是他发明了艳文 这个再说啦 但是他 他去发展出这个 韩文 也是现在的韩文 他的想法是 如果我的人民 看不懂 知识的话 我的国力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要 那汉字又不属于我们 民族的语言 所以我要发明一个能够表我民族语言的东西 但南字也是可以表 民族语言的东西 可是他是为了让 市制率提高 那各位觉得 南字的出发点跟他一样吗 对 我想大家都摇头 对 因为 这个看起来就是从 由繁入简 对不对 这个是由繁入 超难 他变得更难 这个就是老师开头讲的 这个 准备 这边有的是会写命 有的是会写色 我不知道为什么版本会有不同 卡了 这样子 反正 这个东西 就算你懂 中文了 然后你再回溯去学 他还是有一个难度在 就不像这一个 所以我就在想 他在西三朝的时候 为什么能够成为 官方文字 他只是单纯的一种 就是民族意识而已 就是 我为了表 我跟你中国就是用不同的字 或者是 我就是不用你中国的 那些用词而已 为了彰显自己的民族性 但是他比较没有像韩国 这样还要考量到一般 普罗大 老百姓的 就是市制率真的很低 然后又不好学 这都是有钱有闲的时间的人才会去学的东西 很明显他搞不好比音乐很难学 我觉得 好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所以 又 到这边 为什么没有东西呢 可能被我 好 灯话被我按掉 好就到这边 所以 感谢大家的 听听 谢谢 谢谢 希望 内容都很丰富 好不好 各位有哪些需要 你目前要提问的 我们有准备小礼物 我不要小礼物 但是我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过去好不好 就是我刚才 我刚才有注意到 堆的字 好像有两种写法 对 你一开始 应该不止两种 对 好像他有一个有石头 偏盘 对 有一个没有 他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什么 那个单纯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的标准没有被统一 有的是 认为就是 那个他有一个族嘛 然后一个人嘛 也有这样子的写法 就没有石偏盘 那有的可能就单纯只是因为他为了表音 那 有没有音 我也在想到有没有音 好像也没有什么关联 所以他只是 就是在集大成的这个人 可能今天这个学者跟这个学者 这个居室 通常就是那种在 在室里面然后修行的居室 然后有时间在那边写书法写写 然后就自己再多造几个字出来的那种 所以 这个学者跟这个学者 他都标准不同 然后后人在记录的时候都把它记录下来而已 对 这样我有第二个问题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个 就是用梵 那是梵文吗 那感觉很像 古字就是 都像画图一样的那些 梵文 到底要写一篇 您说的是 应该是最开头 最开头的吗 那是很像 有直线的 然后又有圈圈的 就很像画画 对 这个吗 我刚没有解释清楚 这就是柬埔寨文 那写一篇 要很久 不会 还是因为 其实我们在写的时候也是很会 写习惯了 那 不会比中文多啦 认真 我跟你说 这个字就是高 如果有学过泰文的人就知道泰文的高概是怎么写 这样下来 一笔完成 对不对 这个上面这个其实就是他这样子演化出 泰文的那一笔 一笔完成的 写很快 一定比中文快 像这个 基本上我们像这个 一撇 勾勾两下 就完成了 两画就完成了 基本上就是 一画 两画 这个到三画 最多三画而已 可是看起来长得都一样 几乎都长得 几乎长得很像吗 你不觉得 阿拉伯文也长得超像的 没有啦 其实你 你多看就会发现他 他有规则但是他 不像 例如说 他很常有这种 对不对 有这种 可是他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啊 对 他上面 不同 然后我自己就学也是很辛苦啊 他家差 那些都 都不太一样 只能说 我们也 我以前也觉得中文就 超像的啦 你不觉得 一个不懂中文的人看到了 跟字 我要怎么分 结绝我要怎么分 对不对 品跟仓我要怎么分 对不对 金跟权我要怎么分 所以 这只是熟悉度问题啦 这个书写很快 还有吗 大家还有什么 疑问吗 也是 我请你一下 刚刚讲到那个男子的部分 都是 在北越 提到比较多 北越提到比较多 我刚看影片的资料 好像都是在 focus在 北越的部分 我想问就是说 越南是北中南的 用这个南字的比例多 南字其实我还 不太 特别研究说 他在哪里用的比较多 但是以越南的发展史来说的话 当然越南是一路南 南进嘛 那往南的人 通常是以 开墾 为主 所以那些文化相关的 自然就会留在北部 比较多 对 这是比例问题 不能说南越就没有 只能说南部 他一路南进的时候 他还要受到 占卜文化的影响 这要进到 更南的时候 他还要受到 柬埔寨文化的影响 对 对所以他 他会出现口音 口音上的不同 影响的比较多 至于他对文字影响 有没有 我不确定 对对对 其实这样我会 博充解释一下 越南的历史部分是 从北慢慢往南 然后呢 实际上是当初的 在南越南分北中南 如果在行政方面 地理方面的 然后慢慢往南部 南部开墾开发的时候 大概 17世纪 17世纪 到19世纪 是开发 那时候是 算是 软式淘汰的前身 那他们开发的那时候 是基本上到了南部的开发的时候 是有一部分都是流民的 一部分是军队流下来 还包括当初的 离开不愿意 投降 那个清朝的 明朝的 那个 军队 捐属 他们跑来投靠越南的 是那时候 那时候在南部的时候 那时候才开发开墾 所以当时的 这样的科技 越南的南字发展最繁荣的时期 是大概从15世纪到 大概18世纪 那个时段 所以编程是 在文学创作方面的 用自然创作文学 大部分是那时候 是在北部跟中部 因为朝廷是在中部 还要更早以前是 朝廷是在北部 所以当时的 文学作品 基本上都是越南贯人的 创作 那南部那时候 是大概在 所为开墾 开墾 那在那时候 大部分在南部 包括 华人 高明 竹 还有包括 从中部移民来 游到南部的 包括军队跟 开墾人 那那些都是 基本上都是 普通的人 对 所以那时候是 那 男子的发展 都是在文学创作而已 那为什么 产生不同 因为大家没有 像 越南他刚讲的 越南是没有一个 统一 是制作的一个 然后在 文学家他在 创作的时候 他会按照 那个想法 就可能去创造 那个 同样去创作 所以这样 产生是不同 甚至读音的 有些 同一个 但现在读音 到底怎么念 还不是很 确定 像那个 《侨传》的 第一个是有好几个反本 第二个 现在有些字 那大家还正在讨论 到底是怎么念 才是对的 对 对是这样 对 依照当时那个人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对对对 湊在一起 对 造字 造出那个字 到底那个字 应该是怎么念才对 大家还是在 在讨论 在讨论 谢谢 那其实 我补充那个 刚才讲到那个 越南语有关那个 那个生母 前一代的 那个双生母 那个部分 其实越南语 大概十五 十四 十五世纪 还有存在是双生母 那么 那么晚了 后来他慢慢 有关这个越南语 这个语音发展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 软材经 教授的 他研究的 他对 可以算是在越南的 研究越南的 那个生生运学方面的 算是最有权威性的 那 双生母 部分可以看到是在 越南葡萄牙 那那个 等一下 越普罗 越普罗词典 你应该听过那本词典吧 越普罗词典 就是 十五世纪图版的 对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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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包那个越南语 葡萄牙语,还有那个罗马那点词典 那里面的当时的越南文还有不少字是双生母的 其实越南从那个盲文在 那盲文后来更分开是因为盲文是 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在山上 他们比较少接受到影响 那越南语后来变化跟盲文跟柬埔寨文不同 就是因为受到汉语的影响太深了 他在平地,所以逐渐慢慢就演变成是在越南文 是这样 但其实是还有的 好,那我们这边还有五个礼物 等一下麻烦大家填一下这个问卷 我们从问卷来抽好不好 那有没有谁可以拿到 那如果不好意思写上名字的话 如果不好意思写上名字那你可以写学号 写学号也可以